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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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弥陀佛 再看经文 上次讲到毁辱尘劳 这里再讲到毁辱尘劳 当然是站在根本大觉心体的根本世心三昧当下更在说的尘劳 那这个尘劳就不是过去众生流转在共众生夜感上的种种的负累 沉重 所以这个尘劳是世心之中必定有的随缘的担当 那叫做尘劳 所以随缘望去那都是大觉心体随缘感觉到鼓动之状 所以叫做尘 所以在这个尘中他都能够随机随缘复感 所以在复感当下似乎就有种种的思维坐向 所以叫做劳 所以叫做劳 所以这里说在说尘劳时 就不是过去讲的尘劳当下好像只是讲到众生的夜感如是的 这样子的这种的这种笨重 那是真正讲到一个行者心中他已经的感担当回入这时候心中的包容跟这个心中的大明 所以在这个包容里面不单是尘劳如是在一切世间名相之中在一些法中名相里面 他都能够得到圆解能够得以圆解 为什么能够明白一切道理 因为他都是在一心中所会的 就像上一周讲到这个一举鸿鸣超二死 叫分断生死变异生死 你都能够当下可以看到这二死清清楚楚的明相的现前 你一念当下 那个念头当下随处种种念相 那都叫做分断生死 就是分断生死 站在那个念相的感受中 那所有的一切演变变化都叫分断生死 但就在这样演变变化当下 有一个能变异的心中的绝招 随缘都能够启成变异的 他也在生灭法中 那是变异生死 所以有的行者能够在现前的种种感受当下 能够断掉过去在种种植兽之中的分断 不在分断上随其生灭 但他毕竟还能够明白生灭那个变异生死 还没有原了 还未原了 那你说什么时候原了 那是真正照见大决心体的时候叫原了 怎么原了 是明白决心现前处 他一定能够变异一切种种种种种法固 他一定能够现前处处分断一切现象现前固 这叫原了 所以决心现前处哪个不是 一些感受之中的生生灭灭种种生死 但你如何真正能够超约二死 超约二死不是就没有生死 超约二死是明白明白一切生死 当你明白明白一切生死时你就不度如是生死的业感 你不度如是生死的业感 不是不知道生死的缘起的种种作用 生死的缘起作用 所以他能一下能够在一举鸿鸣中 就是另一之间在如是大决体上 在根本的决心中如是的这种这种智慧的担当上面 你当然超而死你毕竟能超而死 所以你在那个超而死中 你那个心里面所体会的都是什么 都是真正极乐的方便 那是称性的方便 所见之处都是什么 世间虽有一切虚妄生死 但是这时候讲虚妄生死 就像刚刚讲陈老一样 这种虚妄生死就不是众生的业感负累 这种虚妄生死是真正一个智者 面对世间时心中的快意 那种心中智慧的担当 那虚妄生死 那都是虚妄啊 感受之前就像晋体造色之前 你都知道是虚妄 为什么虚妄 因为根本不食不虚 那虽远古动古往 所以晋色现前是都有种种生生灭灭 你不知道生生灭灭吗 可就在这个生生灭灭当下 你正在明白如是生灭当下 你是常住在根本不生灭的尽性之中 看尽一切生灭 所以当你正在看尽一切生灭 当时你是常住在不生灭之中的 心中的智慧的担当里 所以造建生灭处就是让增进不生灭处 你站在不生灭处就是让行者增进 担当一些生灭的智慧处 所以这里面就要讲到这世心 尤其讲到决心之中最难讲的地方 你看到都是一切生灭 但你有办法在这一切生生灭灭当下 你能够体会就在这个当下 你能体会它根本就是你从来不生不灭的亲民吗 想你能够在这一切生灭当下 你都能够体会这不生不灭的亲民 将来正在这不生不灭的亲民时 你常常看到你一定不舍一切生生灭灭的作用 你当下还是不舍利 所以这种法叫什么叫大圣 你在耶界过去就在一切众生相中 众生的生生灭灭当体之上 正的根本不生不灭的本来的亲民 所以将来正的如是亲民时 你还是现前还照的都是一些众生生灭灭的种种的状态 所以这正得其名处不舍利一切世间生灭 在不舍利一切世间生灭处 你却常驻生不生不灭的情境 这个叫做回入城牢 这才叫做回入城牢 你这才能够明白这个现象 这个心中 才真正的明白大绝体中 真正能够担当一些世间变化现象的根本 所以那个时候再说方便说 这个上次法师问的这个藏通别缘四教 可是那天好像还差一句 所以你这知道藏通别缘 事实上它是在一心一体中所说的藏通别缘 从来不是离开这个心体中个别立民的 虽然有的时候说藏教是小 但小的时候是赤晓是为了告用他整体的面目的 因为没有一法师离开面目中所立的 所以赤晓是不要他留住在晓中 告用他小其实他就是小就是像自己本来面目的登进最初的剑刺而已 但你不能够停留在剑刺 所以叫做赤晓像大 像大大不是真的有个大可入 不是有个大法在那边等着他 不是有个大法在跟他做种种比较在这边对待 而是真正讲到真正能振到如是根本一心叫做大 所以赤晓的目的不是说完全排斥于晓 赤晓的目的是告用他在剑刺之中 你在剑刺法中步步都不可以留住 那目的就是赤晓这个根本明白的大决心体 所以在大决心体之中方便在剑刺上面立种种小 但是立小之时目的就是从小中也能够剑刺能够振得如是大 所以在道理中为你立小时 那小中的目的就是为你剑刺能够登进于大的 所以小不是离大而射的 大你却要站在大中 你要懂得如何懂得射种种小中的接引 因为小就是从接引之中剑刺的登进而已 所以既然如此在小他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大中的光影 要有大中的影中的智慧 虽然为正可是在心里面在小在修实 你那个心里面在智慧底上的那个影像 你要已然明白 所以在这个藏东别园上 上次好像讲藏 就好像你在绝那个宝藏 你就在积蓄 不但是挖掘而已 当然还有除备 还有除击 除啊一个信者 信 致信的信 就信心的信 再一个者叫除 除去那个除 信者为除 就令你之间 你已经担当如是一个信心人的智慧 担当一个信心人的智心 智气的智 现前 然后你在内心抵触 你才能够不断的积聚 那才能叫除 那才能叫除 要是不信 信中都不能建立 你心中连一点积聚都不可能有 所以最初你信心若建立时 你才开始在心里面点滴积聚处 开始点滴积聚处 所以不但你能够积聚如是藏 你还能够挖掘你根本信中的本来的宝藏 所以那叫藏脚 所以宝藏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出以世人 那你你之间就能够应用在世间叫藏脚 既然能应用 所以下面就是通教 通教就是什么 能够任意流通贸易 就是通 他流通能够贸易 为什么他就能够站在根本的决体上面 已经最初站在这个决体以后 他随一切缘起变化 变化就叫贸易 然后处处心中都能够安部流通 所以他不但能够支障 也能够通别远 也能够通别远 那别教就是什么 别教就是你已经 已经懂得流通了 于是乎在这个决体上面 就好像世间人在更利之禅 更增之禅 流通之中 你就自在念念之间 你不会守的什么叫做宝藏 你不可能守着那个藏 因为那个藏是无形象的 所以你不可能守着那个藏 不但你不守如是的藏 不守如是的决体 你却能够任意在处处立决 在习你也知道是决 在弄也是知道是决 就好像更增之禅 别教 原教叫大富长者 心中圆满大富长者 就是心中财宝具足 不但能够基据自己的宝藏 更能够安置一切资产 叫大富长者 叫富甲天下 那就是原教 那是真正看到信中的作用 那原教 那在这种比喻上面就是告诉你 其实藏通别原 其实就是从一信中起的 就是从根本成佛的法门 以佛圣之中所建立的 在这个成佛的法门之中 你要看到什么 看到如是为世间接引的 如是的清净明彻的天台上面 为你说忠忠坚持 所以你还要明白天台义 所以你才能够明白四教义 才能够明白这个四教 张通别远 所以这里面要再去讲解释的意思 就是让你再去体会一次 什么叫回入城牢 你能够担当这种成佬的冥想 表示什么 表示行水 即令你之间不舍如是决心的角度了 你要是离开一点决心的角度 你就会躲在冥想之中 感觉上就在这个道理上 实在似乎就缴绕不清 分段就是分段 变异就是变异 藏通别原就个别案例 但是你要是角度抓对 你念之间不离如是大觉心体做解释时 虽然他可以为你做建立种种差别的冥想 你却这个能够在这个差别的冥想之中 你不但能够安立明了它的差别 你却能够还能够在差别之中 你念念能够让它会归一去 你会归一去时不见得一定要灭尽它的差别 因为你就知道这一去之中就是险境差别处 这个险境差别中就是圆满 这一个一向 根本不能拿向来向它 拿种种法来量它的种种无差别中 能包容一切差别的意义 那么才叫做一去 那心里面的一去 所以你能够安立一切成劳 你能够明白一切成劳 所以在这个上面 所以弥勒菩萨才问佛 当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终身 当社 社就是关机斗教应病与药 当然这里面当然就是决定剑刺 你明明白白知道关机斗教应病与药 你要明白它的剑刺 要确明了它的剑刺才能够叫做当社 因为你要是不是在这些根本 有什么叫关机就是大决心体 从种机缘所现处 机关现前处 一切机关现前处 哪一个所有的一切起心动炼 不是大决心体 根本的那名妙觉之中的机关 激发之所 就是应急激发之所 当下就是激发之所 所以你在这个激发之所 你能够应急 你能够清楚它一切就是决心之中 所随机所实验的一切教理 一切的根本的作用 所以叫斗教 那心中那个斗教 斗以前是灯具 明明白白 灯具 斗 你要照明 照明如是机缘 心中清清楚楚明了一切 一切 这个才能够应病与药 所以在剑刺上面 你必须要先能够关机 然后下面叫教化方便 教化 那当然什么 怎么在什么地方说教化 一定是令人之间让你弃本 打本叫教化 然后离一切过去 所有一切众生的无名的患着 这个患就是过患的患 就是患病的患 一个串一个心 就串心 根本本来是根本的一中之心 你却在中上立中 就变成串 然后串心就为患 那么不然在一切感受之中 本来是心中是根本不偏的 那是忠心 那是本来的心中的亲民 可是却你在这个根本不偏的亲民之中 你就感觉到跺在种种感受之中 所以从中入中就成患 这中国字就是 他就告诉你患是怎么来的 然后常就是如是心在如是上面 从此就起成种种妄想 就是患 然后舍离舍难 舍离一切难 舍难 见到利 利其义 义也就是义就变义 简义的义 利其义也叫做教化方便 舍其难 利其义 就是教化方便 舍其什么叫做难 念念不见过去叫做难 为什么念念不见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世心的那种虚妄 世心的那种险难 你眼前看的都是过去众生的知见 全部都是 那你将来正得时 眼前的所有一切中间 你一切知见 这个中间一法都不能离 你过去怎么用 现在还是怎么用一法都不能离 我说怎么用不是说你去造作 我是说感受之中现前 不是说造作 如果感受我就去骂人了 就去伤害人了 不是这个 这个还要做 这行为中当然是不可能 再去再去再去违犯 是心性之中 那个感受现前处 那种气氛现前处 那种烦恼的那种酝酿当下 你一法都不能离 就在这个不离中 你能够清清楚楚 将来明白 它就是你亲民的决体 那个叫丹灯 将来你正在这念决体时 你令你之间也能够明白一切众生 所有的一切心中烦恼的变化 你眼前还是能够明白一切烦恼中的变化 但是你已然不是烦恼 你是明白烦恼的人 这就是弥勒菩萨常讲的 不断烦恼 烦恼自断 你就在当前一些感受之中 你体会的是根本欺民的决心 可是在这个欺民决心 现前处就是过去众生流转的一切生死的势力啊 那都是一切众生 我们过去习惯的 种种感受的变化造作啊 所以叫难嘛 这个也叫难嘛 那你如何体能够在心中能起一个真正能够舍其难的这种发心 舍其难的发心 那个是历劫为自己立明立相 历我是修行人 历我是出离人 历我是犯行人 历我是世子 世门中人 你才能够有那个舍离其难的那个舍字 才能献钱 所以那个舍不是平常我们那种内心之中的那个妄想造作 那种气氛之中 刚讲的气氛 好我要放下 这种舍 想要用这种气氛说好 我要放下 我决定放下 那这种气氛事实上还是什么 就是这种念头 你觉得你能决定放下时 这种念头还是过去让你流转的最初那个生死因的 所以有的根本最初还不知道如何在心中建立这个因地时 他只是用世间的语言 世间的这种豪气 说我现在开始修行 我现在开始放假生死 只有最后他才知道这种心气 虽然当时发誓好像很很很很悲壮 但最后才能发现真正可悲 那最后还是流转 也都还是流转 因为他永远在心气之中 所以有一些真正心理上的东西 他不是他不是陷阱我们凡复看到一些世间那种 豪迈的行为中的建立的 那是真正历劫以来行者内心之中的 至诚恳切内心为自己植种的因地 那种真正坚固的因地发心 那个因地怎么植种 就念念之间生生世世为自己植名植相 植啊 种植的植 植一切名植一切香 你才能够在每一个念头起初 你才能够舍其难呢 舍其你根本不是凡夫智力真所能及的 因为眼前都是感受 你却在这么样困难 这么样显难当下 你却能够什么 你却能够立其意 你却能够就在这么难 这么样感受 这么强烈中 你却能够发明发现 就是决体的作用 不但你就发现决体的作用 而且你念念之间为你利益 为你增加心中的方便 这是行者的素食发心 所以这里面要讲到因地 这要真正的讲到素食以来的因地 那素食以来你就说 那我们现在已经今生了 那可能过日素食我已经掌握不到了 素食以来 你不要问前生有没有中 素食以来又不是让你现在用众生的知见 你自己的知见能力所分别前生或在前生分别 那个素食无量节 你能分辨吗 阿罗汉都不见得能看到那么远 你只要今天一念 若是能够发出如是的证愿 素食以来过去的根本的善根就能先前 无量节时可能你就有如是的善根 为什么无量节就有如是善根 所以上次讲到这个五酌 不讲到结酌吗 结酌是大绝心 必定能够应原始 所以感觉到绝在现绝章下 好像就有一个力量向前去奔赴 叫去 像种种元气中奔赴 然后就在元气之中产生种种力量 感觉中都有力量 所以从一个去从一个力叫做结 去力为结 但就在这个绝一定能献绝的这种去力的作用上面 你却躲在去力的感受的食量之中 就叫酌 结酌 但这么一样大的去力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大绝心体的根本的去力嘛 他就是能够如是现元 献如是去嘛 绝在献如是去时 绝时无有去吧 但是绝时无有去当下 他可以献进种种去中的作用吗 这已经知道那个绝体就是这样 他只是献个去的像 那你不是说他真有去啊 所以他真既然他能够献出种种去的像 那我当然可以说你无量节前就有如是善根嘛 因为你在任何去力 你认为在任何去力当下 你都可能背离如是绝体 背离如是善根 但是没有一个背离的绝体 背离的恶业 他有离开过根本绝体的善根 所以我也可以说你无量节来只有具足 你不认而已 你在差别业里之中 你可能怀疑我无量节来没中 可是站在根本绝体上 你无量节来从来不识 知道吗 所以那你怕什么过去有没有中 过去有没有中是虚妄的嘛 你而且真的站在直受上面 执着上面 你过去有没有中 还不是你的能力能见的 阿罗汉都看不到这么久啊 所以你站在直受上面 你都不能够否认你有如是善根 站在根本上你就根本具足 你怕你没中 所以在一念反观 今生一念反观 今生会懂得为自己 一念为自己执重如是决定心 你因为那个决定心 心中的气氛不同 心里面的所有的一些发心的那种 那种赤诚不一样 你再体会时间 居然你会发现 它不是你过去 在夜感当下 所体会的一切 那个时候你才发现 业力虚妄 因为那些感受都是业感 全是业感 业力差别股 过去在恶业 今天在善业 业力差别股居然世界不同 所以业力虚妄之中 你能够慢慢体会 决心从来不变的清明 它在不同的业力之中 都为你呈现如是的作弄绝照 决心从来不变 所以当你在业力虚妄之中 你能体会到一点决心从来不变的清明 你就能够站在决心不变的清明中 你能够明辨现前的一切业力 因为你能够明辨现前的一切业力 那就是最初菩萨性中 菩萨恨中的智慧 于是乎他会谨择一切业 为恶人说尽一切恶业的过患 为善人讲尽一切善业之中的庄严 他能够明辨一切法 所以他当他证得决心从来不变时 不是说他就处在不变 他证得不变时是因为他知道变 所以他才能够证得不变 所以他当他证得不变时 他常常知变 这是决体 这讲到大圣佛法中 讲到这个决心之中的婆媳 就是这样的婆媳 所以你才能够行起菩萨恨 那个时候常常知变时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菩萨直下担当的 色种种教化 开始能够教化方便 当色几种的教化方便 然后度诸众生 所以你才能够真正在一切众身体上 你不单是你现前感觉的 这些对待的众生 你念念之中每个起情都念 也是众生相 你能够在你的众生相中 都能够知道他原来都是什么 大学方面的教化 所以你也能够在你的众生相中 能够回射一切众生 当下他也能够念念回光照见 照料自己根本一切众生的教化 他能够照料根本自心之中的众生的教化 也就是他随你的因缘处处能够互相提息 接引成佛处 这叫护卫因果 这讲到这个护卫因果 突然想到好像昨天我看到一个法师 写的一些心得 写的不错 听说年纪很轻 那是蛮赞叹 老纳深深赞叹 但这里面想到一个恩 报恩 报恩虽然是在心中大觉心体 命令之间 已然懂得在因地心中 体会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 那都是根本的大觉心体 所以在因地心中 已然断掉过去的众生的流转 那如何真正利益父母呢 如何真正利益父母 讲到根本修行上 你不要忘记 因地在心 你要知道那个恩 心中的根本的作用 已先报佛恩 先报如是大觉体中的恩 但你知道吧 你今生能够为其子 是跟他有因缘的 他能够成其母 也跟他 你他也是 他也是他的因缘 今天在他的子中 他的因缘中 有一个儿子 能证到如是因 能够证到如是的法 就在他的因地之中 他的 你母亲或你亲人的因地之中 就有那个因 是能证得如是处理的因 你今天会在哪一个母亲 或哪个家园建属中 你为什么会堕在这边 是有那个因的 为什么有那个父亲母亲的 这种这种气氛 这种血脉的 这种这种遗传 跟亲缘的那种一些习气的 这种不断的相续 这种承接是有因的 是过去因为种种夜袭来 可在这个因中 你虽然跟父母亲缘这种因中 你却有一个人 他能够真正发愿出离 他当他发愿出离时 你心中所种的这个种子 就是你所有亲缘的现在因 为什么 你拿这个因中 那回馈给你所有的一切亲缘的 当下的发心就叫报恩 因在心就是报恩 不然你怎么报恩 你可以用到世间假象中 行为的造作之中 你想要报恩 用口头的造作 彼此行为之中的互相的触脑 那只能够引起大家 更多心里面的不悦而已 因为你自己在这个行为上面 你都还没有看到你自己心中的因地 你在念念启程的一些 一些现在 你想说我要帮助家里面 这些妄想动作举动 都属于妄想的 你都没有看到这些妄想 当下是属于什么因 念念之间 是不是念念已经背离绝体 要是你念念都背离绝体 你拿你现在的感受的 所要跟家人讲的这些说辞 说到你讲给他们听 听时 他们因为这句话 你也背离绝体 所以他在听你这句话时 他更背离绝体 更背离绝体时 他就是什么 什么是现前烦恼现前处 就是烦恼现前处 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 你一定要一句话 或一个行为能够帮助家里面 你知道用如是因 转如是因 是真报恩的人 你是家属的因 家属是你的因 你在家属之中 每一个人都具足有一个 如是亲缘的因 他没有如是亲缘的因 不会和会在这里 所以在他来看 你看的是一个家族 可在他的信中 就是他每一个 现在心性之中 建立的种种因 这叫报恩呢 所以古德 离开父母 大车大悟以后 可能父母都已经双亡了 他也没回到家乡 真报恩人 你一天到晚抱着父母 对吧 像老来子一样 这样 效仰父母 父母走了以后 你只能大哭 对吧 你也不知道怎么度他 走了就走了吧 那也不见到 叫虽然有世间尽孝的假象 但毕竟不知如何真报恩人 不知如何真报其恩 好像我也讲过 所以佛门中也有讲到 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儒家长得无厚 所以每个人都生小孩子去了 佛门讲到无厚 就是父母百年之后 谁还能为他尽其后效 因为一般众生不知道怎么样报啊 也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利益啊 唯有行者 不但能尽其后效 生生世世都能够圆满大笑 不但能够尽今生的后效 他还能够生生世世 尽无量节以前一切父母 双亲六亲眷属的后效 这叫无厚为大嘛 这发心呢就不一样了 不是回家就报个小孩 无厚为大 结果那小孩是逆子 对吧 不把他家搞好坏就不错了 叫无厚为大 真的叫做无厚了 没有东西了 家产都没有了 没有一个没有东西可大 叫无厚为大 好 所以这个叫做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助众生 唯愿不舍就是大悲 唯愿不舍在佛上 他是名论告诉佛 唯愿不舍就是大悲 这里讲到大悲 就是讲到根本现前的同体处 就是大悲 悲心就是同体 同体相处 谁问的大慈菩萨问 所以大慈菩萨为什么不舍就是大悲 因为他大慈中要看到决体中的视觉 视线就是决心虽缘 同体流步处 你看到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是同体流步处 可在当体同体流步当下 就是什么 根本无缘大慈出 就是无缘大慈 那个同体流步当下 他也不是印种种缘的 大决心底那个缘 你不能拿任何的元气 原相来亮它的 那个缘是无缘缘 那个无字不是讲到没有断面 那个是包容一切 但你不能拿原相 一法一相 能够倒进于他那个无缘 所以他现前处能够印一切缘 因为印一切缘时 你又不能说他是哪个缘 所以他永远超越一切所缘 那个是无缘 但是永远超越一切所缘处 就是什么大悲同体处 就是这样大悲同体处 所以为什么这里先告诉你 他一定要明白大悲 因为等一下有个教材 就会跟你讲 他就要有观音迷勒 就要有观音迷勒 你建立坛场时 你都要知道 在坛场建立处 你都要心体明明白白 在你心底中间 是你根本的什么 智性之中的 本来暴化的亲民 那本来暴化的亲民 就是供养匹罗喳 那是法身的 庄严 但是暴化现前处 你就要知道他就是什么 那就是能够随缘变化的 种种悲心的同体流出 在随缘变化的悲心的同体流出里面 你才能够真体会到那念念补佛的 慈心的根本的大照现前 补处的现前 那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这些就是让所有的法师先习惯于什么 先习惯于 既然知道至心能够设万物 能够入一切时间能够现出万物 将来你要在一切万物之中都能够明察自心 万物竟然起自于心 所以每一个器物的上器物之上都有什么 都有能表心机的所在 都是心机所在 所以眼睛看的是物 都是世界的种种器物人我对待 种种的感受 但哪个感受人我对待 不是就是一个行者当下能够进入宝藏 挖掘宝藏的地方吗 就是看到你大觉心体宝藏的地方吗 不然我们说藏通别人藏教 我们虽然说他小 你知道藏教在哪里下手吗 藏教不就是在这个六根六成 这一切对待里面下手的吗 藏教不是就在世圣地中 在根本的心中 本来的勤明的作用中下手的吗 所以藏教下手也是如此啊 所以要是说 到你将来真正在心中 若是真正如实体会时 那一切法中一切世间 别人看的是世间的对待 别人看的都是世间的流转 别人看的就是世间 还家的地方 没有个地方不是告诉他 就是明察自信的地方 没有个地方不是告诉他 是他在启发他根本决明 信德的地方 甚至于他连人我对待也是啊 都是啊 实际上小师父说 有的时候碰到烦恼的声音 我现在可以不理他了 我知道他也是绝嘛 不是他也是绝 是你也是绝 你觉得烦恼觉得不理他 那一念还是绝 先莫管他是不是绝 先要看到自己都是绝 我说我不想管他了还是绝 既然再绝 我就不会跺在 我不想管他 这一个声音的阴沉上 是吧 可能刚开始 那个势力还是很大 你因为黏着太久 有的时候分不开 可你念念已经自己 已经明白道理 已经懂得有这个信心时 久而久是你这样去猜 慢慢慢慢你会分得开的 为什么能够分得开 因为你根本决心从来不是他 这个道理你已经心中清清楚楚了 我在每天之中二六十中有种种感觉 你仔细思维 这种感觉都是随缘变化的 那我到底是哪种感觉 那种种感觉是没有绝 根本不可能有感觉 没绝如何有感觉 但绝是感觉吗 绝又不是感觉 感觉就在随缘变化 感觉都会随时随时就灭了 灭掉以后 绝应该不在了 所以你慢慢都能够 心里面能够起成信心 在这么样厚重 这么样强大的势力的痛苦 烦恼或逼迫前前 能觉得那个原本根本不离吗 那个是亲近吗 那我为什么还要舍离这个 根本本来自我的面目 去追逐那个随时在 刹罗刹罗生灭的心中的男人 男人都是绝 男人都是绝 只是有时候男人两个字 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形状 或者是一句话 或者是一件事情 你觉得男人 男人 但那一句话 那个事情不是这个男人 男人是心中的气氛 你看不到那个气氛 但那个气氛就是过去的夜席所成 你看不到那个气氛 所以你能够明白这一切 这句话 这个事情 其实它是绝 不然我怎么知道是绝 甚至你要明白 心中难忍还是绝 不但你要明白心中难忍是绝 你在身体之中 会随着种种因缘 会胀 会崩 你都要是绝 会痒 会摔 还是绝 先连这个人看不到的气氛 你都要只念念在绝体上参塌 久而久之 你看得到的那些事项 就好容易放下 因为看不到那些 看得到的那些事项 都是经过看不到 那个心中的过去的习气中的气氛 你好像一直抓持 一直好像放不下 心中好像一直在这边 不断的翻腾 那么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 不但在事项之中 你要知道其实是绝 你不要再去思维它 你要告诉自己都是绝 既然都是绝 我怎么还会转在 种种声音阴沉上面 而暧昧的绝体 自知惭愧 然后再看到心里面那种男人 逼迫 痛苦 那个血脉 喷装 你都要体会 那都是绝 那都还是绝 你不要小看 你要这样的慢慢慢慢慢慢能够体会 先不要说你将来真的能够真正心平气和 这还不叫开悟 叫心平气和 才能够 这词最多才如同练气势一样心平气和 你才能够真正知道心中的宁静 是可以让你挑起血脉 一切气脉的 那你就知道 那就不是一般的 现在的外道那种练气势 用那个念头带动气 什么小周天 大周天 将来总有一天 气要控制不住 窜窜窜 就到处乱窜 吐血而亡 那是心平 心平之中 根本不必再动应链带动他的 心平之中 你自然能够感觉到全体的 种种脉络的舒畅气脉的舒畅 你刻意在带动才觉得那个心里面 才觉得身体中的变化 那个都是造作 那将来必有客伤 那个伤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你毕竟还在带动 你还在带动那个伤 所以这才是旧事 这是真正旧事大悲处 你灵灵之间在自己的烦恼上面 都还要这样子去体会 体会什么 就是大觉体 就是大觉同体所限的 所以你在一切事件的种种交替当下 你就自然就不会随过去世间人的业力 世间人业力就是从感受之中追逐感受 你现在没有离开世间呢 可是你却在世间人的业力当前 你能体会的是什么 你根本本来应该具足的本来灭目 除非你不想见 除非你不想正 但不想见不想正 就将来你必定做一个不能做主的可怜 流转流浪众生 你愿意吗 愿意你可以说今生你不想见 愿意不是说将来你做一个流转可怜众生 就像下一步下一念你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你愿意吗 在下一念一个病苦现前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担当 都不知道怎么样承受 你愿意吗 没有一个人不受病苦 诸佛世间还现病 诸佛世间都还现生病 坏上现前 然后入灭 那我们是凡夫你想说今生无病 我要修到根本没有病 狂想 你这个无病就是大病 真是大病 因为你也直接想说我没有病 我要修到没有病 将来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小感冒 你那心里面的痛苦比人家的大感冒都重 你相不相信 那已经是病了 这个身体必定会坏 一定有病 但是在病当下 你还能够知道是绝吗 你要知道是绝 你就不会在病上增病 你要不知道是绝 你在病上追病 那是真是病苦人 所以那病苦不是病苦 才有苦 是抓的病更苦 才是真病苦人 不断的忘旨 所以那种感受会特别强烈 那你才能够懂得救世大悲 你念你之间你才会愿意回头吗 你已经知道决心 都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道理了 你怎么不愿意回头呢 你还愿意去流浪呢 所以就如法华经讲的 你舍负逃世 你还愿意去流浪 在外面不断 只是在攀缘那些初会 避讳之事 就算把你拉到家里面来 你还只是只是想要做那些下贱 意识 就是不肯认你本来的家产 因为大富长者的家产 就是你根本的家产 你却不认 那不是可怜人吗 那是真可怜人 所以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 所以让一切修行菩萨即末世众生 让当下你的发心里面 念念之间就在大觉心体的担当处 是修行一切菩萨 修这个大觉的担当 即末世众生 就是大觉担当处 念念你真敬担当 真意担当的根本 那叫一切末世众生 所以当然你让你去争议一切担当的根本处 你也是明明白白一切众生的差别处 你能够明白一切众生的差别处 那也就是回头能够慢慢体会 根本心中的担当处 就譬如像刚刚讲的二死 譬如讲到一切名字 名相 不单只是像现在感的一切 就是我们的所有对待的感受 我们就连心里面的文字的名相 讲到二死 你能不能担当差别 清楚差别 你知道不知道觉体的分段 明明白白吗 你还要避开分段吗 你避开分段就不是觉 觉在黑不能现黑吗 在觉在白不能现白吗 觉现黑时黑有黑的生灭 觉现白时白有白的受量 不是分段吗 但是觉现黑的生灭 觉现白的受量 哪个不是大觉的受量所限 所以他是无量受啊 所以无量受中是什么 他能够明白一切受用无量 他当然知道那个分段 清楚分段 他不知道变异吗 当然清楚变异啊 因为一切分段都是心中 随缘变异而来的 这变异时呢 变异的根本体上 本来连变字都无啊 可是随缘之时 在大觉体上 因为能从觉入觉故 仿佛有变 所以这个变字现前时 也是生灭啊 本来根本无变的 身而随缘现种种变 那不是还是生灭吗 所以灭中叫什么 归还归于根本不变 都是生灭啊 当你知道这个道理时 你是站在根本 不住在变异 不住分段的亲民之中 你能够直下 你就能够担当眼前念念变异 念念分段 那是不是反过来又说 你能担当眼前念念变异 念念分段处 就是你念念正德如是决体 你将来心中的大明处 连一个名相 你都能够这样体会啊 那何况你看到世间名相 你当然只有能这样去除啊 你要离开分段吗 不用吧 你要跳开变异吗 不用吧 你是分段吗 不是 你是变异吗 不是 那你不明白分段变异吗 清清楚楚 那是根本心里面的大决心题 这才叫会幕肃清照耀心静 这在会幕之中的根本的严禁 严禁叫肃清照耀心静 照耀照当然是照 照耀是因为他能够随缘谱印 他随缘就能够纯印就是照耀 就是能够光肤物表就是耀 所以照他一定能够随缘能够谱印 耀就是光肤能够肤在肤脸的那个肤 肤物的肤光肤物表 所以照耀照耀这个心静 你能够才能够清清楚楚 你感受之中你不知清楚吗 清除叫做随缘 他能够垂印也叫谱印 但是这个谱印当前所有的一些万法的根本的表 一切万法种种物表当下哪个不是在表明心机 表明你的根本 大觉的作用叫做心机 大觉印缘的作用叫做心机 所以这才能够原物如来无上之见 你才能够清清楚楚明白 心里面才能够原明体会如来 觉体当下就是大觉 为什么叫如来 如是法如是来故 那如是法如是来 那在哪里说如来 那在一切法的担当处 那一切法的担当处你知道是如来时 所以你不舍如是来 你念念什么也归如是体去 所以现前处 仿佛就有种种的现象现前 但是哪个现前处不是你根本的面目 所以来他也不来 本来就是你根本面目 所以你知道本来根本面目时 他当下你就住在根本面目中去 去也不去 所以不来不去 那个去也不去 来也不来 不是在文字上跟你们绞绕的 也不是在这个 只是好像佛门老师讲这些东西绞绕不清的 我是讲那个心地 你能体会了吗 你念念在像刚刚讲的分段变异时 你有去来吗 对吧 你在说 哎呀我根本也不是分段 也不是变异时 你有去吗 那个是你真正应用到的 不来不去 不是讲那个不来不去跟你没关系 对吧 这个 广京老和尚说 没来没去没大事 对吧 广京老和尚常讲 没来没去没大事 以前我听到这句话 只为后面多一句 没来没去跟我没关系 没大事 都是大事 在我来讲都是大事 怎么没来没去 体会不出来 那时候永远体会不出来 因为永远要在文字上面去抓 那个文字的道理 永远抓不到 那慢慢慢慢行者自己心中 才能够慢慢体会的 那个心里面念你之间 你当下看到现在的虚妄生死 哪个不是你决体之中根本的灵敏 不来 你将来灭的也就是你现在感受的虚妄生死灭 虚妄生死过去你都知道是虚妄了 所以他灭时你还真的以为有如是灭吗 所以根本不去 那种你根本住在那个从来非种种相的灵明之中 他一定要立种种相吗 他不必立 所以你不一定要抓着说哪一个形象将来是我 哪一个国土将来是我要去的 那都还是望着 将来有个形象是你那现在形象就不是 将来那个形象如果真的是你那现在为什么你是这个形象 所以没有一个国土没有一个真的感受到的我那个形体可得 因为没有那个形体可得没有一个国土可得那心中的灵明 因为没有故所以念念之间不住于现前 因为没有故念念也不会寄望于未来 因为没有故念念念之间他也不会沉袭于过去 永超三纪他下来就能够随缘陷进一切庄园 缘起之时他就能够在人间随缘陷 当他随缘陷出人像时那个肉身也不能束缚他 所以他随缘陷像时都是行菩萨道士 因为连肉身都不能束缚他肉身还随着心在变的 所以面目一定圆满 因为国土都不能够约束他 所以他所到的国土因为国土都因为他故所以国土庄严 你说不信怎么不信现在风水都是这样的 你有德的人到一个地方去那地方风水都变 世间小文小德尚且如此 你真正心心中的那种心中的智慧 你不能够变动世界哪个世界不是你心中所变 所以你明白那个道理时你常住在那个决心时 你看到现在都是一切感受中有形有状的直受 可你明白道理处你看到这些有形有状的直受时 你是常振那个根本超越一切形状心中的亲民 你能够听念念之间住在超越一切形状的亲民 你连这个皮狼都放得下 你不要说正德了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稍微摸到一点四禅八定 有点类似的定进 智慧现前 你连皮狼都放得下 这就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皮狼那么样的着重 那么着重的感觉 好 休息十分钟